你们的简报都没有 那你们是干什么呢 小公所 说你们这几天都是军牌照 你们放在哪里 你们照着拿出来 新竹丰箱的居民拿着自家遭到 苏立台风侵袭后的惨况照片 因为台风过后都已经超过十天 却还是有许多居民的房屋受损不能住 甚至已经成为危险区域 只要大雨再来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居民痛批公所救灾动作慢板牌 在沿岸那边后方 那溪水这一次暴涨 暴涨到那个桥面 再下两个钟头的那个桥就没有了 这次的水非常的严重 江公所在对面对整个部落 整个乡里面的那个灾情 没有及时去掌握 一直到我们下了山之后 我们的乡场才知道 山上有三十个 三十个人还在受困 居民除了批救灾动作慢之外 居民也炮轰代理乡长 就算路不通 徒步也能进灾区勘灾 认为代理乡长没有以身作则 从道路民宅损害到水电问题 还有先前就在部分空头的罐头和米袋 都因为破掉等问题 居民提出需要改进以及支援的地方 面对乡民的抱怨 代理乡长肖峰镇坦然面对 也表示目前公所正积极向中央相关单位 争取经费 新竹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处长范万言也针对日前空头物资受损 向居民坦诚有疏失 公所为表示居民若是有因颱风受损的民房需要补助 可以提供照片 只要合法建物以及符合相关的申请规定 就可以申请赔偿 也表示会尽早将道路修缮 最好能够在7月29日修复完成 让居民有畅通的道路 记者 当地福报杂克新竹风采访报道